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主题 就是讲到 我们这里说婆世界 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 有什么不同 今天讲的 其实是继续 往生论著的课程 因为现在 疫情的关系 各地道场 都没有办法 继续活动 所以本来 网站 发布的往生论著 这个进度 就跟着停止了 那我想正好 就利用每个星期天 这网络 开示的时间 跟大家继续学习 因为一来 往生论著 是我们进度中 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二来 内容也不是太难 很适合大众 就算听不懂的人 网络也可以重播 多听几次 自然也就懂了 今天要讲的主题 就是说婆世界 跟极乐世界的不同 我们看天心菩萨说的 这是天心菩萨说 他看到阿弥陀佛 净土的情况 比起我们这个世界 还要好 那到底阿弥陀佛的净土 比我们这里 好在哪里呢 总结来说 菩萨主师讲的 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是属于清净的 换另外一句话说 我们这个世界 是污染的 是不清净的 有人说 师父 我们这个世界 是污染的吗 怎么感觉呢 住得挺好的 住得还挺舒服的 其实他人那是说 所谓真正的清净 是代表了永远不可以被破坏 永远不可以被污染 这就是真实的清净 但是像我们这个世界 其实一切东西都会被破坏 会被污染 所以才叫做不清净 尤其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 应该可以稍微感受得到的 像各位 我们现在是病毒传染的期间 我们看 我们就会担心说 我们这个身体会生病 会受到感染 结果你看这个病毒 就搞到全世界的人 人心惶惶的 门都不敢出 请问这种叫做清净吗 就算没有病毒的时候 我们人的身体 也是会遇到生病 也会变老 慢慢手脚不方便 造成困扰 所以我们看 会被破坏 会变化的身体 就是让我们感到不清净 不舒服的 所以当然那是说 我们这个世界 是苦乐小熟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世界 感到的快乐跟痛苦 其实都是差不多而已 没有太大的差别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是不清净的 讲得更白话一点 就算有钱人跟没有钱的人 其实在佛法来说 都是差不多的 有些人听了 可能会很好奇 师父 有钱跟没钱都差不多吗 是啊 虽然你可以说是有差别 但是差别不大 差不多 比如说 可能我们认为说 有钱人有房子住 他很快乐 没有钱 没有房子住 很不快乐 其实两个都是不大快乐的 我们看我们现在的社会 有钱的人可以买房子 但是晚上他会失眠 床这么大 房子这么高 睡不着觉 没有钱的 没有房子住 睡在路边 很痛苦会失眠 但是有钱人 有房子住也失眠 所以你看 有钱跟没钱 就差不多吗 大家都失眠了 尤其现在这个病毒 连英国首相 听说都中招 虽有钱跟没钱 差很多吗 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 他人大师说 我们人 今天在这个世界 感到的痛苦和快乐 其实真的就是差不多 因为这些 其实都是污染的 我们都在污染的世界 都是不清净 不圆满的 没有真正 清净 安乐过 但是极乐世界不同 在极乐世界 我们的身体 不会生老病死 我们的心里 没有悠悲苦恼 身心世界 一切人数 全部都是安乐 没有一点点的 所谓的逆缘 往生论里面就说 永离身心脑 受乐 常无间 到了这个极乐世界 我们享受的安乐 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每分每秒 都是安乐 没有烦恼 没有痛苦 这个就是清净的世界 以后我们细讲 现在讲的只是一个总结 一个总结 为什么说破世界 跟极乐世界的不同 简单来说 我们这里说破世界 身心世界 一切都会被破坏污染 是污染不清净的 而极乐世界 是一个圆满 珍藏的 是一个清净的世界 所以我们要知道 佛讲我们这个世界 是污染 人生是苦 这些都不是 故意要把话讲得很难听 佛法讲这些 只是让我们明白 这个事实真相 佛就是要让我们知道 我们这个世界是污染的 所以要我们念佛 到阿弥陀佛 清净的地方离苦得了 所以可能有些人说 这个佛法听起来很消极 好像念佛人 对这个世界都没有兴趣一样 其实有时候 这样讲的也没有错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是污染的 那你要我们对这个污染的世界 怎么积极呢 好像一只苍蝇 如果说它整天 在粪堆里面的采粪 请问你这个要怎么积极呢 我们难道你要对它说 你要努力的采粪吗 那这个来说 好像讲不出口嘛 所以这个道理 其实就已经决定 世间法跟佛法有什么不同 世界人的学问 就像儒家所讲的 要立功立德立言 要过好的人生 但是这句话就好像说 你要一只苍蝇 当一只很厉害采粪的苍蝇一样 哎呀 这个听起来 我们觉得就很怪 佛法就不是 佛说 三界是污染的 所以佛要我们众生念佛 愿神净土 所以说佛法是消极 其实不完全对 因为念佛人 只是在污染的世界很消极 但是追求净土念佛 倒是很积极的 就像我们现在 遇到这个病毒时期 我们就是要避免不要外出 要待在家里 在这个方面 我们当然就是要消极的 但是积极的部分 就是要找更好的解决方式 那在净土中来说 就是往生净土 在这个方面 倒是积极的 所以佛法 并不是单纯的消极厌世 什么都不做 我们念佛人做的 只是跟世间人不一样而已 所以有这个教理基础来说 学佛深入到最后 会有出家人也不奇怪 因为毕竟知道世界是污染的 没有太多的意义 所以全身心都放在解脱的佛法上 才是最好 出家人可以自己深入 也可以利益大众 换取大家觉悟的心 所以出家人 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奇怪的工作 如果以世间人工作的眼光来说 这个出家确实很奇怪 我们看一般人在路上 如果看到出家人 都会多看几眼的 是不是 就感到出家人很特别 因为出家人好像不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一样 我们看我们这个出家人 是要剃光头的 我们想想看 世间哪个工作是需要剃光头的呢 连其他宗教几乎都没有这样子的规定 但是佛门的出家人就有 佛就是这么说的 因为我们人对这个头发 似乎就很在意 你说不在意吧 那我们做一个实验 男生不要讲 男生光头的很多 就不讲 我们先讲女众就好了 各位如果说 今天要女众剃光头 敢不敢呢 哎呦 想到这里 就有人想了 想到就怕了 是啊 各位 这不是开玩笑的 我曾经就听过一个女众联友说 说想到这个出家 要把头发给剃光 她就是迟迟 不能下定决心的来出家 就是为了这个头发 所以我就想到 佛所规定的还真的是有道理 佛这样规定落发出家 不是说好看不好看的问题 有些男众 有些明星 你看剃光头 也是因为好看 还有些人为了癌症爱心 把头发给剃光 但是出家人不是 出家人落发是表一个决心 就出家人不再是世间的人了 是出世间解脱的 所以这个决心 一般上很难从外表看得出来 是啊 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 有没有决心来出家呢 你这个看不出来啊 但是落发剃头 就是一个外在决心的表现 就是决定 决下三千烦恼时 表处理的决心了 所以呢 这就是出家人的 世间好人的不一样 世间的好人 只是说世间的善事 但是出家人的好事 善事是以解脱为目标的 以净土宗来说 就是劝人家念佛 所以从佛菩萨祖师说 世界是污染的破坏项 就不难知道说 为什么佛们有出家人 因为这是要处理我们这个污染的世界的 学佛到一定的程度 一定会有这种处理心 就算在家人没有办法出家 也是一样 心态上多多少少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要处理这个世界到这个净土 但是要知道 虽然我们有这一份解脱的心 但是也不能说 我们就是有清净心 为什么 因为我们毕竟是反复 我们的心始终会反反复复受到影响 你看台湾大师说的 三界是污染项 是破坏项 就是我们凡夫的心总是会被破坏 就像今天听了佛法的课 觉得说自己的心思轻松了 放下了 但是回去工作 回到家里的时候 事情一来 烦恼照样升起来 就算出家人出家了 心境比较平静 但是也不能说完全不起心不动念的 就是烦恼还是存在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凡夫从来没有清净心 因为菩萨祖师说 清净心是不会变的 那现在我们的心思会变 就不是清净心 所以要知道 我们学佛念佛的人 就算看起来有这种放下 有这种处理心 但是还是会反反复复的变化 因为烦恼存在 所以本质上我们都是污染心 没有清净过 所以他那是说凡事在这个世界的众生都是污染的 山界都是污染相 也就是说 不要讲我们人 连天上的众生都是污染的 没有清净的 这里讲的山界 其实就是六道轮回 就是今天我们在的这个世界 可能我们有些人不知道 我大概先讲一讲 山界分为玉界 色界跟无色界这三个 我们现在人或者动物 山 二道都是属于玉界 因为我们欲望很多 要吃 要吃 等等的 所以叫做玉界 这是六道轮回里面最低的 那第二个是色界 这是天上的境界 天上的色界 欲望已经没有了 那些天人不需要吃碎之类的 就是他们还有这个色身 但是完全不需要这些出现的欲望 所以叫做色界 最后一个是六道轮回里面最高的 叫做无色界 无色界连身体物质的生活都没有 只有精神存在 没有欲望 没有身体 只有精神 这些境界的天人 禅定功夫是非常深的 最高一入定就是八万四千节 如如不动 这个一般人来看 哇 了不起了 因为八万四千节都不知道是千万年了 千万年完全不用吃 什么都不用想 整个就在定当中 看起来好像是很旧了 但是其实烦恼没有断 他的定功只是扶住烦恼而已 结果八万四千节时间到了 定功消失了 又再次从天上掉了下来 所以他人大师说 这些三界的众生 就算这样子的众生能够入定八万四千节 但是还是属于不清净的 因为他的定功会被破坏 像前面所说的 大师讲 不能被污染破坏的才叫做清净 今天入定还能够被破坏 这个叫做污染不清净 所以有些人说 哎呀 我很清净了 因为我可以连续念佛几个小时了 其实念佛几个小时怎么会算是清净呢 真正的清净是每分每秒都在入定的 那请问现在谁念佛能够入定呢 谁念佛能够入定不吃不喝呢 所谓的入定不是说 故意忍着肚子饿不吃不喝的那种 像以前的禅师 打坐参禅的 有一次人家煮饭 那煮饭要等时间 不能马上就煮好的 所以等时间的时候 他就去打坐 结果一打坐 他就入定 出定行过来的时候 他就想到说 哎呀 我的饭应该煮好了 结果他去看 那发现那个厨房煮饭的锅 现在已经涨槽了 各位你没有听错 不是长焙尘 是长草了 所以禅师就想到说 怎么会是长草了呢 我才打坐一下子而已 结果他去看这个日历 哎呀 发现 时间已经过了几个星期了 就是说刚才打坐入定 已经过了几个星期 但是他自己并不知道 他还以为那只是几分钟的时间而已 就是他自己的身体 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几个星期不吃饭 也没有受到影响 这种是自然的 不是说那种 哎呀 我肚子饿了 要故意忍 忍个几天 不吃饭 这种不是不行的吗 不要说几个星期入定不行 唐人大师说 就算刚才入定八万四千节 千万年的都还是不清净 因为只要烦恼没有断 就算有入定的功夫 还是不清净的 那各位 现在水念佛能够入定八万四千节呢 不要讲这么久 我们先讲八天就好了 有水念佛可以入定 入个八天的 完全不需要补充 就入定八天的 可以的话 你就厉害了 今天你看各个国家 都封锅一个月 封锅几个月的 你直接入定了就好了 一个星期吃一餐 就入定七八天 那我们行吗 八天都不行 更何况八万四千节 连八万四千节的定功 都是属于不清净 那我们这种三脚猫的 那就不用讲了 所以唐人大师说 我们三界的凡夫众生 都是污染的 就是这样 但是不要紧 因为这就是阿弥陀佛 要度我们到净土的原因 我们就是污染的凡夫 烦恼凡夫 所以阿弥陀佛 才要接引我们到净土去 其实我们想回来 如果说我们有清净心的话 其实我们就不用到净土了 是不是各位 是啊 我们现在都清净了 你为什么要到净土呢 我们今天就是因为 没有这个清净心 所以阿弥陀佛 才要把我们度到净土极乐世界 就好像说一辆汽车 如果一个汽车好好的 就不用修理了 这辆车就是坏掉了 所以才需要送到汽车厂去修理 是不是各位 如果今天汽车好好的 你为什么要给它修理呢 就是因为已经被破坏掉了 所以才需要修理嘛 相同的 唐人大师说 我们就是污染心 我们就是卡在六道轮回里面 受苦受难 所以阿弥陀佛才要救度我们 把我们做净土给我们修理修理 让我们清净 让我们的离苦得乐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子的 有一位全先生 是一位工程师 他在2008年70多岁的时候 被诊断说得到癌症晚期 已经没有救了 当时全先生没有学佛 只是刚好 他女儿的朋友是一个念佛人 那这位朋友看到他就见到他说 你就念南无阿弥陀佛 到阿弥陀佛的净土吧 但是全先生是一个知识分子 也没有学佛 所以听到以后 一时很难接受 那个时候他也病到很痛苦 吃东西都没有办法吃 癌症又很痛 所以也没有心思去思维佛法 结果有一次 连友在阿弥陀经 要跟他介绍阿弥陀佛的时候 他突然就看到阿弥陀经的经文放光 当时揉揉他的眼睛 确实没有看错 阿弥陀经的经文放光 当时只有他一个人看到而已 其他人都没有看到 虽然觉得说 是阿弥陀佛加持视线来启发他的信心 但是老先生可能念佛也不大习惯 毕竟他是活到70多岁才开始念 所以他念佛从来都是属于被动的 就是要旁边有人给他提醒 他才会念 不是我们那一种自动自发念的那一种 过后全老先生就是有一个心里的挂碍 他就想到说 到阿弥陀佛净土的人 应该都是一些很高尚 很会修行 很清净的人才对呀 像他这样 学佛念佛没有多久的 跟普通人没有两样 是一个污染的世间人 那阿弥陀佛也要吗? 一般人总是会担心这些 但是没有想到过没有多久 老先生就梦到阿弥陀佛了 他的女儿就问他说 爸爸你梦到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长什么样子的? 家人没有学佛也很好奇 佛是长什么样子的? 结果没有想到 老先生说 阿弥陀佛的样子是有点土土的 好像一个乡下人一样 女儿听到就很奇怪 因为阿弥陀佛按照道理来说 应该是很庄严的才对呀 怎么会是一个土土的乡下人呢? 所以 他们就去问 劝他们念佛的那位朋友 反正一开始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大概也是第一次听到人家说 阿弥陀佛的样子是长到土土的 是吧?各位 你们有没有听过人家说看到阿弥陀佛是土土的? 好 有没有看过啊? 那位脸有 虽然就很奇怪 但是后来他想到了 他想到就像上尔大师所讲的 阿弥陀佛是专门度凡福的 不是度那些会修行清净的圣人的 就是说 阿弥陀佛的旧度是以度凡夫为根本 所以他就联想到 可能阿弥陀佛知道老先生 担心自己是一个不会修行 污染的普通人 不能往生净土 所以特别视线一个乡下人的样子 让他感到很亲切 让他知道原来阿弥陀佛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 跟我好像是同乡 不是专门度那些高尚清净的人 而是普通人都可以 结果还真的 因为就这样子过了一两个月 突然有一天早上 老先生说他看到墙壁上写着还有六天 到了下午的时候又再去看到 但是旁边的人是完全都没有看到的 只有老先生看到 虽然没有办法证明 但是为了方便念佛 他们换了一个单人房 毕竟那个时候在医院嘛 就想到说 如果真的在第六天往生 可以方便祝念念佛之类的 所以换了一个人的病房 到了第五天 就开始安排连友来祝念念佛的 其实当时大家心里也不确定说 阿弥陀佛会不会来 但是既然老先生已经开口了 大家也就这么安排 结果还真的 大家念佛到隔天 就会刚才所讲的 这个第六天 下午一点多 老人家就在大家的念佛声当中 往生了 真的往生了 真的是第六天 提前知道的 老先生断气后 整个怡荣身心都很庄严 所以家人连友看到都很高兴 毕竟老先生已经到净土 都能解脱了 这是发生在2008年 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题目叫 阿弥陀佛是乡下人吗 就这样一个故事 这还是少有阿弥陀佛视线 一个普通人 乡下人的样子 来启发人家的信心 阿弥陀佛可能知道老先生的顾虑 知道老先生怀疑自己 这样子一个烦恼习气的污染 凡夫不能到净土 所以特别视线这种土土的样子 一个乡下人的样子 让他感到亲切 让他放行 这位老先生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凡夫 你看活到70岁 生病了很痛苦 一开始接触的时候也不大相信 过后接受念佛也不算太上心 不算太用心 都是需要被人家拱着 提醒着才会念佛的 前后才不到一两个月的时间而已 但是都不要紧 阿弥陀佛就是要度这样子的人 结果我们看 人家就这样子 6天前提前知道阿弥陀佛要来接他了 所以我们只能说阿弥陀佛太慈悲了 真的是大慈大悲啊 旧苦旧难 还有一个故事也是很特别的 这位是定居士 当然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德国 Germany的 所以才说很特别 定居士是华人 但是他在德国成家立业 结婚后和先生的爸爸妈妈 就是德国的家公家婆 一起相处 过生活 定居士是在2006年 网上看到我们净土宗的法宝 就上网看到我们的法宝 开始认识到净土宗 虽然不是很深入 但是有点认识阿弥陀佛就对了 那几年 他的家公因为心脏病 糖尿病和一些老人病 所以常常全身都很痛 你看我们讲 我们这个世界不清静就是这样子 虽然媳妇定居士 有给他请了一个念佛机 但是家公毕竟是外国人 所以可能在心态上也不大接受 他只是偶尔打开念佛机 听一听而已 当做音乐在听 也不是常常在听 就没有养成那种信仰来念佛 那后来病情翻反覆覆 他家公就这样子过世了 那定居士接到这个消息以后 马上过去去看家公 但是看到家公的神情 其实是很痛苦的 就是人过世了 但是外表的样子看起来很痛苦 那外国人也没有住年的习惯 所以人一断气 就开始安排那些藏仪社殡仪馆 要把他抬走 但是定居士当时了解了 这个时候应该是显念佛 不是做那些事情 所以要请殡仪馆的人 就等一下再来 显念佛再说 定居士说 这是他第一次为人家住念 而且也只有一个人的住念 毕竟那个是在德国 哪有说其他连有什么住念团的 结果念到几个小时以后 他家人看到家公的颜色 其实已经变得非常的安详了 刚才是很痛苦的 但是住念念佛几个小时以后 就变得很安详 家婆当时看到就流泪 握住媳妇定居士的手说 她说家公其实这些生病的日子 从来都没有这么安详过 现在看到那样子 比起以前就好得太多了 而且他们是基督教 外国人 但是家婆就说 以后过世也要这样子念 南无阿弥陀佛的 因为德国的家婆 真的看到念佛让他的先生 从痛苦转变成安详 所以他才自己提出来要住念念佛 连基督教徒看到也愿意接受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我们看 但是那个时候定居士 其实才接触念南无阿弥陀佛 接触净土宗也没有多久 所以又觉得说 这样子念念佛 可能家公往生极乐世界的机会不大吧 而且这位德国的家公 生前也不是学佛的 就像念佛那个往生 好像也不大可能 而且当时只有他一个人助念而已 所以定居士始终受怀疑 家公有没有往生极乐世界的 结果没有想到 过了几天以后 定居士就在梦里 很清楚的听到有一个声音跟他说 你的家公已经坐着白色的莲花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了 定居士说当时他听到那个声音是非常清楚的 不是不清晰的 是一清二楚的 所以从那个时候他才知道 阿弥陀佛的救度就是这么慈悲 不可思议 是啊 各位 我们想想看 今天这位家公是外国人 又是基督教徒 但是就在断气后 只是通过一个人助念念 阿弥陀佛就到了净土 要知道德国不像我们现在这里佛教新生的地方 可以说在那里是看不到佛教的场所的 所以就没有那种法会很多人的 但是有念佛 阿弥陀佛照样的接应 所以阿弥陀佛真的是可以救度到凡夫众生的 只要有念佛 阿弥陀佛都会救度 还有一个故事也是这样的 这是一位叫陈居士的人亲身所遇到的 陈居士遇到阿弥陀佛之前 他的爸爸其实已经过世十年了 爸爸十年前过世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学佛 所以神后世都按照一般的民间信仰来做 但是民间信仰是解脱不了的 那因缘可能比较深 他爸爸过世以后 陈居士常常梦到自己的父亲 不是一两次 而是常常很不寻常 有一次他说他梦到爸爸 爸爸跟他说他住的地方 非常的阴暗 潮湿 很辛苦 而过后 他去看了爸爸的坟墓 真的发现爸爸坟墓的底下有水流 所以才记得跟梦里讲的什么相应 就是潮湿 阴暗 这样看起来 他这个梦不是假的 确实有这样子的事情 但是梦到爸爸的事情还是常常的发生 而且每一次 爸爸看起来都是非常的不好 各位不要以为这是短时间 陈居士连续梦到爸爸大概有十年的时间 所以 他就觉得有点绝望了 早上还要生活 晚上还继续做这样子的梦 所以当时他说他心境真的有一点那种走投无路的那种 结果有一次 那个时候 他爸爸已经过世十年了 陈居士刚好来到我们净土中的道场 专修念佛的地方 陈居士来到的时候 我们的连友看到 陈居士就跟负责人讲自己的无奈 讲自己的痛苦 我们连友听到就跟他说 那我们就来念佛试试看吧 阿弥陀佛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一定能够救度到爸爸的 但是当时陈居士听了一开始是不大相信的 因为十年来 他一直梦到自己的爸爸 现在 你竟然说只要张开嘴巴念念南无阿弥陀佛就行 所以他就很怀疑 不过我就想到 既然我人都已经来到了道场 就顺便参加念佛好了 结果阿弥陀佛还真的是慈悲 因为陈居士就说 他在念佛的第一个小时 突然他感到整个念佛堂的放光 又看到佛像那里 隐隐约约看到爸爸被阿弥陀佛抱住 而且看到的爸爸是微笑的 哎呀 陈居士说 他太久没有看到爸爸笑了 一直以来梦到爸爸的情况是很惨的 现在竟然看到爸爸笑了 所以当时他看到这一幕 他的眼泪不知不觉就掉下来了 过了一下子 这些景象也全部都消失了 回家的路上他就想了 难道这样子的爸爸真的解脱到净土了吗 真的有这么好康啊 我们福建话讲好康啊 就是什么好康啊 有这么好的事情吗 就将念佛就能够去 结果还真的 当天晚上 他再次梦到爸爸的时候 所有的景象都是舒服的境界 好像变成净土的环境了 不再是以往那种阴盛盛的坟墓了 而且从那时念佛以后 陈居士再也没有梦到自己父亲的那种恶梦了 也就是说他的父亲真的被阿弥陀佛度到净土了 所以那个时候 陈居士说真的是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安慰 因为这个是十年的恶梦 不敢想象的 但是念佛的当天就完全的转变了 所以各位 真的是像佛所讲的 五逆十恶的人 称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当下都可以消掉八十亿劫的生死之罪 各位 我们要知道 佛讲的这个不是普通人 而是五逆十恶 五逆十恶只要愿意张开嘴巴念佛 都可以消咽灭罪 地狱当下都可以转变为阿弥陀佛的净土 我们想想看 刚才的故事不就是这样子吗? 陈居士的爸爸十年以来都不能解脱 再生的人 你看这个陈居士一直梦到 但是一念南无阿弥陀佛 整个境界就变了 还看到爸爸被佛抱住往生净土 从此再没有梦到爸爸受苦了 这个就是讲到阿弥陀佛的特别了 他人那时说的 阿弥陀佛就是爱在众生 阿弥陀佛看到我们众生就太可怜了 看到我们被关在轮回里面就是爬不出来 所以阿弥陀佛一心就要救度我们 就好像看到有人在火灾里面喊救命 救火源马上冲去救人的那一种 所以只要念佛 阿弥陀佛就可以救度 就直接把我们污染的凡夫救度到净土去的 我们看刚才的三个公案 第一个是得到矮症70岁的老人家 就一个普通人 第二个是没有学佛的德国人 第三个是过世这么久的爸爸 他们这些人 各位我们看 都不是什么高僧大德 不是修行人 还有一个还是外国人 但是有了念佛 全部被阿弥陀佛救度到净土去了 所以这个就是念佛法门的特别 跟其他法门靠自己修行是不同的 念佛法门就是靠阿弥陀佛的救度 所以佛门里面有两句话 有一句叫心静佛土静 还有另外一句叫做佛土静 是心静 心静佛土静 大家可能很熟悉了 就是菩萨靠自己修行清静了 自然可以成就净土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句话其实并不是净土中的 就不适合用在我们凡夫念佛人身上 净土中是佛土静 则心静才对 你看 古大德在这里说的 土静令人道果言 娑婆信喜一时千 就是说 阿弥陀佛的净土清静能够转化我们 让我们这些到了净土的人 所有烦恼习气全部都能够清干净 换另外一句话说 并不是我们清静了阿弥陀佛的净土才会出现 而是阿弥陀佛基因我们到了净土 才能够真正清静得了的 其实古大德像莲池大师就说过 我们凡夫是做不到心清静 心静佛土静的 因为当时候有人就说 只要心清静了 处处都是净土了 我不用特别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 只要心清静了 这里就是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就是在这里 所以莲池大师就访问 那请问你现在可以住在厕所里面吗? 就不是住在房子哦 不会住在房间哦 反而是搬到一把屎一把尿的厕所里面住 各位你可以吗? 住在厕所里面哦 那如果不可以的话 又怎么能说处处是净土呢? 再如果说现在吃饭都不到桌子上吃了 反而到乡下那种猪疗那种泥巴的地方陪猪吃饭 可以吗? 我们也走不到 再如果晚上睡觉的时候 现在不要睡枕头了 反而睡在人家的坟墓上面 现在不要盖被单 反而是盖人家的尸体 人家的尸体当作被单盖起来 这个能够做到吗? 都不行啊! 既然都不行 讲处处是净土 心净佛土净 那这句话不是开玩笑吗? 如果说我们能够心心净处处是净土的话 那现在不管我们在厕所住 在猪疗吃饭 在坟墓睡都没有问题了嘛 因为处处是净土啊 厕所 猪疗 坟墓也是净土嘛 自己心心净的话 又怎么会嫌弃灾疫呢? 所以廉池大师就说可以见得 讲处处是净土的人 往往都是讲大话的人 以为自己是那个境界 所以我们凡夫不要讲那种不切实际的话 因为凡夫都是心不清净的 所以每次我们都要选好的地方 要被阿弥陀佛救度到净土去 就好像这次病毒传染 你看 我们就是希望这个病毒赶快过去 如果心心净心净佛土境的话 我们就不用这样子逃避了 因为病毒也是佛菩萨 医院也是净土嘛 不生不灭 不苟不净嘛 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凡夫可以做得到吗? 所以我们这样子的凡夫肯定要到阿弥陀佛净土的 不能说心净佛土境的 我们凡夫靠自己在这个世界是心净不了的 但是可能有些人就好奇说 师父 心不清净的人念佛到了极乐世界 不就会把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给破坏掉了吗? 但是各位 我们污染的凡夫能够把净土给破坏吗? 我们就是一个污染的小虫 然后把整个极乐世界 把观音 世智 阿弥陀佛 所有大海中的菩萨全部都带坏了 好像现在有一个人吸烟 结果念佛到了净土 带坏了菩萨 所有的菩萨就跟着他吸烟了 那你这句话不是很好笑吗? 请问我们凡夫会带坏阿弥陀佛 还是阿弥陀佛会赶货我们呢? 所以现在的人的思维 你看多乖乖的 讲得不好听 就是有一点傲慢 太看得起自己了 他就认为说 他一个污染的凡夫 去了极乐世界 可以把净土弄得乱糟糟的 坦然大使就说 此清净 不可破坏 不可污染 就是说 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是净土 所谓的净土 就是永远不能被破坏 永远不能被污染的 这个才叫阿弥陀佛的净土 如果说能够被破坏的 那个叫做惠土 不能被破坏的 才叫做净土 所以怎么可能一个罪恶凡夫 到了极乐世界 会破坏人家的净土呢? 就好像现在在光明底下 我们想想看 这个黑暗能够破坏光明吗? 我们今天在这个房间开灯 然后黑暗过来了 光明就消失掉了 那这样子怎么可能呢? 有光在 黑暗永远是到不了的 黑暗到了光明的地方 黑暗也变成光明了 所以也就是说 有阿弥陀佛的净土在 我们凡夫 就算罪业再多 烦恼再多 也会转变成功的 因为真正的净土就是这样 永远不会被破坏的 台湾大师就说一个比喻 这就好像说 我们到了海边 这个海是很大的 那我们现在把一杯黑墨汁 黑色肮脏的水倒下去 那请问各位 我们现在会怎么样? 一个小小杯的肮脏水 黑色水倒进去海里 那请问 整个海水会变成黑色吗? 当然不可能啊! 小小杯的肮脏水怎么可能把整个大海给污染掉? 不只不会被污染 反而 这个肮脏黑色的水被海水冲淡了 肮脏的水也变成海水 就被铜化了 相同的 阿弥陀佛的净土就是这样 台湾大师说 阿弥陀佛的净土是不可能被污染的 所以我们念佛人虽然不清净 虽然是污染的 烦恼业障很多 但是到了净土 不会破坏的 不但不会破坏 反而极乐世界的清净庄严 一下子把我们转化了 就像刚才这个肮脏水被大海铜化一样 所以我们念佛人 还是要多看一点阿弥陀佛的经书 不要整天看别的书 然后又拿来怀疑阿弥陀佛的 像天心菩萨说的 这里写的 我依修多罗 真实功德相 无量寿修多罗 修多罗就是佛经的意思 英文叫Sutra 修多罗 就是说 佛门这么多的经典 如果今天我们要念佛 归命阿弥陀佛的话 那请问我们要依据哪不经典呢? 天心菩萨说 我们要依据是净土的经典 无量寿修多罗 就是一般我们听到的 无量寿经阿弥陀经 不要看到这个道理很简单 因为有些人念佛要往生净土 可能他看的都不是净土的经典呢? 好像今天有人移民 要去美国 但是他手上拿着是马来西亚的地图 那各位 你们觉得说 这样子行吗? 去美国 但是拿着是马来西亚的书 肯定是搞错的 这个不迷路才奇怪 所以现在有些人念佛真的是迷路的 因为一下子说 《十三亿意料经》要求这么做 一下子又看到说 《地藏经》说那样修 一下子又说 《普门品》也又这么说 就到最后 自己都迷路了 不是说那些经典不好 而是说 我们现在要到阿弥陀佛那里 那你依据这些跟阿弥陀佛没有关系的经典 怎么会是对的呢? 就像刚才所讲的 你去美国 但是你拿的是马来西亚的地图 那到最后你自己肯定是迷路了 所以有人就问过善导大师 就说 如果有人拿着佛门的经典来怀疑 当他念佛 不能让罪业深重的凡夫生到净土的话 请问我们要如何的应对呢? 像现在有时候听到人家说的 你看那部佛经说 要行进佛土境 又拿部佛经说 要怎么样怎么样 到佛则不能往生 都有这些问题 你看 其实一千多年前 善导大师那个时候也遇到了 但善导大师说 现在就算对方拿的是真正的佛教经典来讲 不这样那样 单单念佛 不能让罪业的凡夫往生 我们也绝对不会受到影响 为什么不受到影响呢? 这不是说我们不相信其他的佛经 只要是佛讲的经典 我们佛弟子都相信 但是相信 不代表说 我们要拿那些人来作为依据 因为我们是念佛人 我们念佛人依据的就是阿弥陀经 而不是其他的经典 大师说 佛在讲其他佛经的时候 是有特别因缘的 就是说 其他的佛经 因缘不同 对象也不同 比如说 佛菩萨讲《地藏经》 《普门品》《心经》 《十善业道经》的时候 他的对象不是针对念佛人讲的 那我们念佛人要往生到阿弥陀佛的净土 又怎么可以以那些经典来作为依据呢? 就好像说 救火员上课 他上课的书就不适合普通人看 普通人如果乱听救火员的课 然后跑去一个人家救火 到最后可能自己就被火给烧死了 所以 念佛人如果用了其他经典来作为依据 到最后可能都会害到自己对念佛 对阿弥陀佛都没有信心了 就会以为说 当然念佛还不够 还要修很多 你看 这样子就退醒了 所以今天既然我们要归命阿弥陀佛到净土 就要以净土中的经论作为依据来念佛 像今天学习的《往生论》《往生论柱》 就是一个正义经论的依据 因为这些都是净土经典 《无量寿经》《阿弥陀经》的注解来的 这个道理我们就不能不了解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讲一讲的 最后跟大家温习一下重点 今天是从《往生论》里面学习到 阿弥陀佛的净土跟我们这个世界有什么不同 菩萨祖师就告诉我们 总结来讲 就是清净跟不清净 阿弥陀佛的净土是清净的 这里是不清净污染的 所以劝我们要念佛到阿弥陀佛的净土 尤其这段疫情的时候 很明显的就让我们感受到 这里很不清净 很不安乐 阿弥陀佛的净土才是我们的目标 阿弥陀佛的慈悲也是在这里 就是阿弥陀佛可以度到我们这些污染的凡夫 这也是阿弥陀佛的特别跟其他法门的不同 因为其他的法门只要是还有烦恼污染 是绝对不能得度的 但是念佛人就算是污染业障的凡夫 念佛照样可以被阿弥陀佛救度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学习净土经典的原因 因为可以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阿弥陀佛的慈悲 进而能够信受阿弥陀佛的救度念佛 那我们这一生绝对能够得度 绝对能够离苦得乐 好 那我今天暂时就先讲到这里 好 我们下次再继续 南无阿弥陀佛 那现在是回答网络的提问 今天有几个问题 是关系到诵经跟杂修的部分 第一位张居士问 师父请问早晚课 除了念佛号 再加上念净土山经算是杂修吗? 那另外一位邱居士又问 师父请问每天抄写地藏经 跟念南无阿弥陀佛 这样算不算一心归命 算不算杂修? 这个问题就是关系到诵经跟杂修的部分 可能有些人还是对专修杂修不是很理解 其实不要讲在家人 出家人可能对这方面的教理也不是太了解的 这也是正常的 因为净土中的专修杂修 本来就是一个教理的大课题 可能初学的人要多听几次 才能够完全明白 不至于说会产生误会 我先讲专修跟杂修的部分 专修跟杂修在净土宗教里来说是属于刑判 就是根据佛陀所讲的八万世线法门 做出整理分类 但是一般人可能看到杂修两个字 就认为说在诽谤佛法 在讲其他佛法是杂、是不好 其实讲杂并不是说那些佛法不好的意思 上奥大师说杂修最大的原因只是因为 那些行门跟阿弥陀佛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已 八万世线法门里面 总是会有一些是跟阿弥陀佛有直接的关系 和一些没有直接关系的行门 这是很正常的啊 好像泰国的佛教 他们全国都是念很多经咒的 难道他们能够感应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吗? 当然没有 为什么? 因为那些经咒行门是跟阿弥陀佛没有直接关系的 所以很明显 有些法门跟阿弥陀佛是比较疏远的 所以在净土宗的教理 是把那些没有跟阿弥陀佛有直接关系的行门 就列为杂行 杂行的意思就是这样 并不是说那些不好 而跟阿弥陀佛最亲近的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 少大师说这是根据阿弥陀佛的愿力所定的 因为南无阿弥陀佛这六字名号 毕竟是阿弥陀佛亲自所成就的 其他方法就不是 像其他的佛号经咒都是其他佛菩萨的 但是六字南无阿弥陀佛却是阿弥陀佛的本愿 阿弥陀佛自己所成 那理所当然 念了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跟阿弥陀佛最亲近了 所以讲到要往生阿弥陀佛的净土 当然是专念南无阿弥陀佛最好 上次有跟大家学习到 从阿弥陀佛的愿力和净土善经 多段的经文都是有提到念佛的 像《无量寿经》 《观经》 《阿弥陀佛经》里面都提到念佛 我读一遍 和简单讲解一遍就好了 我们看 《无量寿经》 赦我得佛 十方众生 自信信乐 遇生我国 乃至十念 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 这是讲到阿弥陀佛亲口发誓发愿 要救度念佛人而往生净土 再来 诸有众生 闻起名号 信心欢喜 乃至一念 这是佛讲的 我们众生的信心是从认识到 听闻到 念到南无阿弥陀佛而欢喜的 再来 岂有得闻 彼佛名号 欢喜踊跃乃至一念 当自此人为得大力 则是具足无上功德 这又是佛讲道 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为大力 有无上的功德 再来说 其佛本愿立 闻名欲往生 皆是道彼国 致志不退转 甚至讲道 阿弥陀佛根本大愿的力量 可以让一切的念佛人都往生净土 再来 我若成正觉 立名无量寿 众生闻此号 聚来我岔中 如佛今色身 妙向西圆满 亦以大悲心 利益出群品 甚至讲道 阿弥陀佛的法愿 阿弥陀佛的法愿 就是让所有听闻到南无阿弥陀佛的众生都可以到净土 到了净土 这些众生都会跟阿弥陀佛一样 是金色身的庄严 而且是有大慈悲心可以广度十方众生 这是阿弥陀佛的愿力 让我们念佛人可以自利益他 就是可以成佛度众生 再来 《观经》里面也有说 光明变造十方世界 念佛众生 摄取不舍 这是讲道 阿弥陀佛的光虽然是变造十方世界 但是 唯有念南无阿弥陀佛的 才可以被阿弥陀佛的佛光摄取 修其他精咒 倒是没有这样子的利益 只有念南无阿弥陀佛才会有 再来 五逆十二 具足不善 称南无阿弥陀佛 称佛名固 于念念中 除八十亿劫生死至罪 只是讲道 念南无阿弥陀佛的人 可以灭掉生死罪 就是可以脱离轮回 往生净土成佛 连五逆十二念佛都有这样子的效果 再来 若念佛者 当之此人 只是人中分陀利花 观世音菩萨 大世智菩萨 为其甚有 当作道场生诸佛家 你看 这是佛的认证 佛在观世音菩萨 就认证念佛人是世间最稀有的人 人中分陀利花 好像佛陀一样的稀有 分陀利花是用来赞叹佛的 现在佛用来赞叹念佛人 而且念了佛 有观世音世智大菩萨当他的兄弟 最后能够生到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是一切佛陀的家 所以才叫做诸佛家 再来 佛告安然 如好此事与此事与者 即是此无量受佛名 这是观经的最后 就是说 观经里面虽然讲到观想三福九品的 但是到了最后 佛只有交代要留通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而已 就其他都不留通 就只有留通佛号 佛陀就交代我们众生要好好念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的就是 再来 阿弥陀经说 文说阿弥陀佛 指使名号 阿弥陀经最明显的 整部就讲到指使名号 就是要念佛 又说 德文如是 无量受佛 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 功德名号 另外一部阿弥陀经也有讲到 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 就是具足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的功德 所以一般把南无阿弥陀佛称为万德轰鸣 就是从这里来的 所以我们看 净土三经处处可以看到佛陀赞叹念佛 赞叹佛号 赞叹我们念佛人 就是劝我们念佛的经文 可以见得 南无阿弥陀佛是净土中的大根大本来的 尤其阿弥陀佛本身的发粤文 要救度念佛人 就是最明显的经证 其实 讲到每一个宗派都是有自己的修法的 像禅宗 就是专讲开悟参禅 像律宗 就是专讲戒律 像律宗 专门讲持宗 华言宗 可能讲世事无碍 那种境界 那净土宗自然有专讲的 就是专讲念佛 有些人可能不认同专念佛 也只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学佛的人 有时因为生活忙碌 没有办法全身心地学佛 而且什么都要快 所以有时候 就是这边上网看一看 那边又看一点 都没有在一个宗派真正深入了解背后的教叛意义 然后就开始发表自己的意见 最后可能都误解了 其实 净土宗是以念佛为宗 本来这个就是净土宗的特色 也是净土三经的宗旨来的 菩萨祖师 就是继承佛陀的教会 才以阿弥陀佛的第十八月念佛立净宗的 要不然净土宗就没有自己的特色了 所以深入了解以后 自然也不会觉得奇怪了 大家如果说要深入了解净土宗 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去看一看了解 所以善导大师把八万世千法门里面 跟南無阿弥陀佛有直接有关系的 就叫做正行 没有直接有关系的 叫做杂行 所以如果今天讲到诵行的部分 自然有分正行经典跟杂行经典 善导大师就把净土三经列为独诵正行 因为净土三经 它的宗旨都是一字的 全部都是讲念佛 刚才我们简单讲解净土三经的经文 我们就知道了 像善导大师就说 《无量寿经》四十八月当中 专门就是讲念佛的 《观经》里面虽然讲很多 但是根本上还是只讲念佛 《阿弥陀经》更不用讲 整部经都是来讲念佛 虽然说其他的佛经也有提到阿弥陀佛 但是毕竟不像净土三经这么样的蠢 净土三经的宗旨是以南无阿弥陀佛作为根本的 一切的教理也是以南无阿弥陀佛展开 这是其他的经典没有的特色 所以如果说念佛人来依止净土三经 读诵净土三经是没有问题的 毕竟这是阿弥陀佛净土中的正义经典 像刚才《往生论主》我们也学习到 天经菩萨说的《无量寿修多罗》 念佛人要往生极乐世界 就是要依止无量寿阿弥陀佛的经典 但是也要知道 虽然读诵净土三经跟念佛都是正行 但是善导大师还是把念南无阿弥陀佛定为正定之业 意思就是说 念佛是所有正行当中最正的 就是跟阿弥陀佛最亲近 一体不可分的 为什么? 因为大师说 念佛是随顺了阿弥陀佛的本愿 阿弥陀佛的本愿就是南无阿弥陀佛的六个字 所以如果问到读诵净土三经跟念佛比较的话 那阿弥陀佛的本愿 其实是要我们众生念佛 简单来说 以我们念佛人来讲 读诵净土三经 当然比起读诵其他经典好 但是如果读诵净土三经跟念佛比较的话 念佛自然就比读诵净土三经好了 善导大师就说了 上来虽说定善两门之意 望佛本愿意在众生 一向专称弥陀佛名 意思就是说 其他的行门虽然有种种的利益 但是阿弥陀佛打从心里的本愿 本意 是要我们众生念佛 那净土三经的功能在哪里呢? 善导大师说 净土三经的功能 是要引导我们 帮助我们念佛的 因为像有些人 不了解阿弥陀佛 不了解教理 他自然就不能一开始就念佛 但是经过深入净土中的经论以后 自然他就可以念佛了 所以这就好像箭头跟目标一样 净土三经就是一个箭头 它是指向佛号 指向念佛的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念佛 是已经达到目标了 虽然他可能不会诵经 也不要紧 毕竟已经念佛 已经达到目的地了 就好像说一个人已经回到家里 那就算他不会看地图 不会看路标 那也都无所谓了 是那些不知道地方在哪里的人 才需要慢慢去研究地图 研究方向而已 那虽然说念佛就可以 但是我们反复总是不定嘛 没有长期勋修法意 很容易被人家转掉 所以我们每次还是围绕着 《净土三经》的经论来开示 像今天学习的往生论 往生论著 其实这都是《净土三经》的注解来的 这主要是帮助我们归命阿弥陀佛 帮助我们养成念佛习惯的 所以 像今天其中一个问题 这位居士就问到说他是一个念佛人 但是每天都有《抄地藏经》算不算杂修? 其实如果按照你所说的来看 应该是不大算 因为既然每天都念南无阿弥陀佛 有愿意往生极乐世界 应该是有归命阿弥陀佛的心 但是 更好 更进一步的 如果你真的喜欢每天抄经还是诵经 念佛人最好是抄《净土三经》 或者是读《读诵净土三经》 因为毕竟《净土三经》跟我们念佛人最亲近 这也是上尤大师所讲的 我们念佛人既然已经决定归命阿弥陀佛 就要尽量避免接触其他跟阿弥陀佛没有关系的杂远 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看其他的佛经 如果今天我们要研究经教 要弘法立生 要了解法义 研读其他的佛经是不要紧的 当我们看到其他的佛菩萨 身为佛弟子也应该要恭敬的 但是 这些联友问的是每天的日课 就是每天要做的 既然现在是每天要做的 最好学那些是跟阿弥陀佛有直接关系的 为什么? 很简单的嘛 如果现在有一个人每天读诵的是《地藏经》 还有一个人每天读诵的是《阿弥陀经》 那我们觉得这两个人 哪一个会跟阿弥陀佛比较亲近呢? 那肯定是《阿弥陀经》的那一位嘛 每日读诵《地藏经》 看起来是跟《地藏菩萨》比较亲近啊 是啊 一个人整天诵《地藏经》 家里供奉《地藏菩萨》 常常念的《地藏菩萨》的圣号 结果他说他是归运阿弥陀佛的 这样怎么可能呢? 他这种做法看起来是归命地藏菩萨的多了 但是还是那句话 不是说地藏法门不好 而是说 如果今天我们要归命阿弥陀佛 最好是选跟阿弥陀佛有关系的行门 如果讲到供佛 最好是专供阿弥陀佛 每日要读诵的 就专读《地藏经》 佛号也是专念《阿弥陀佛》 不过如果讲到每日诵经还是草经的那一种 阿弥陀经可能是《净土善经》里面最适合的 因为阿弥陀经比较适合大众 长度也不会太长 字也不会太难 自古以来还是以阿弥陀佛作为朝万课的多 大家也熟悉了 所以阿弥陀经还是比较适合作为日课的 但是还是那句话 如果说今天没有时间做其他的念佛就行了 念佛是大根大本 阿弥陀经的目的也是引导我们众生 指使名号念佛而已 尤其我们现代人比较忙碌 所以如果说没有时间 你每天只有半个小时的空前 结果你用了29分钟在诵经 只有一分钟就念佛 那这样子就倒传了 像这位灵友问的 每天要读《净土山经》 我在想 如果说你每天要读《净土山经》的话 不就是要花几个小时吗? 在一家人 每天这么多时间好像也不大可能 所以既然空档的时间不多 我们就能念佛 就是 像我们吉隆坡净土同的道场 晚课一个小时 我们一个小时全程都是念佛的 像平常供修几个小时 也是几个小时都是念佛的 像各位每天参加我们的网络供修就可以知道了 当然 现在是一星期了 大家在家里的时间可能比较长 所以有些人觉得说 整天念佛好像念不下去 这样倒是可以加上一部《阿弥陀经》也无法 或者是说 你念佛累了 就读悦我们净土中的法宝 你喜欢教理的也好 喜欢念佛感应录的也好 喜欢上网看我们视频的也有 我们网站各式各样的法义学习都有 因为这些净土中的法义 法宝 都是提升我们对念佛的信仰的 所以你觉得学习法义够的时候 你就念佛 念佛累了 再学习法义 那现在这段时间一星期 这样巡团学习跟念佛来配合就很好 我们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念佛就对了 其实如果说时间久了 我们会发现还是念佛最简单殊胜的了 诵经 抄经 毕竟要求的条件比念佛多太多了 比如说 讲到诵经 还是要会读嘛 那英文教育的人就不行了 还有些人担心自己念错不知道有没有罪 心理负担上就比较大 另外 读经 抄经 还需要有空间 诵经 抄经 至少你要有自己一个适合清静的环境嘛 你不能随便的啊 是啊 你总不能说你跑去厨房 去诵经吧 不像念佛 随时随地都可以念 连坐车吃饭 走路你都可以念 另外 读经 抄经 还需要时间 你没有时间 怎么诵经呢? 还有抄经的话 可能还要处理经本的问题 因为你抄完了 放在家里可能也不大方便 诵人也不行 以前的人抄经 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科技 所以流通佛经都是用抄写的 哪里像我们现在 还有这种印刷公司 而且现代的人 手机 电脑 随时每一个人的手机 都有一部大乍经都有可能 所以送人家抄经的经本 可能都没有人要了 那讲到自己要化掉 那自己还要有地方 不像念佛 一句一句 就一句一句念 阿弥陀佛都能感应得到 没有什么首尾需要我们去处理的 所以到最后 我们会发现 念佛是最好的 由于讲到我们临终的时候 难道我们临终的时候还可以诵经吗? 像我们常常虚欲关怀 看到那些没有学佛的病人 最后什么力气都没用 甚至上气 不接下气 那怎么可能那个时候可以抄经诵经的? 尤其人死了 都躺在那里了 就只有佛号而已了 这就是阿弥陀佛选择念佛作为本愿的原因 那当然 最后还是要再一次的说明 净土中是以往生极乐世界 成佛作为忠实的 跟其他法门说要靠自己修行 在这个世界断烦恼成佛 那是不同的 所以既然我们已经选定了要归命阿弥陀佛 要往生极乐世界 当然 就随顺阿弥陀佛的愿力来念南无阿弥陀佛了 我们念了南无阿弥陀佛 自然可以往生极乐世界解脱成佛 至于其他法门 相对来说跟阿弥陀佛比较疏远的 所以就列为杂形 这没有说这些其他法门不好 如果说今天也是修别的法门的 当然修那些就不叫做杂形 那如果说今天我们是要往生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 当然就有分阵形跟杂形 因为8万4千法门 不可能说每一个都跟阿弥陀佛有直接有关系的 而且说实在的 你讲到修很多 我们也是修不了8万4千法门的啦 如果真的有8万4千法门的数目 我算了一下 你每天修一个法门就好 都要230年才可以修完一遍 那一天两个法门的话 你都要修个100多年 再加上如果你什么佛菩萨的身号你都要念 那盒子8万4千 法界的佛菩萨的身号是横河沙的 算都算不完 所以不是说什么都要修 什么都要念的 主要你看我们自己是什么法门 凡阿弥陀经说的 我们念了南无阿弥陀佛 就有十方横河沙诸佛的互念 这就代表了 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是具足一切的功德的 是啊 十方诸佛互念 那还有什么不够的? 现在有十方诸佛的互念 以后我们到了净土成佛 什么法门都有了 而且讲到要归命阿弥陀佛 当然要移植阿弥陀佛的愿力 今天净土中以念佛为终 也是因为佛菩萨祖师 依据阿弥陀佛愿力而定的 既然这样 我们就要专念南无阿弥陀佛了 好 所以这个问题我就先回答到这里 那各位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的 你们都可以留言 我过后再给大家答复 我听后台人员说 网站还是有很多人留言提问的 只是我还没有时间给大家全部回答 所以每次将我们的网络共修 就一点一点的解答 希望这些解答可以给大家解决疑惑 尽而安心念佛 那好 那我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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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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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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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佛陀佛 佛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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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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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Lama Amitavuh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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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请起立 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平等是一切 同发菩提心 往生安乐果 南无阿弥陀佛 立佛山问训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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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靠阿弥陀佛愿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导大师 所开创的净土宗 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响最为广大 持久 深远的宗派 至今 已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 共同的归宿